Hello 大家好 今天跟大家介紹如何因式分解一個有四項多項式 我們會用舊試題的題目做例子來講解 頭兩個例子確實很簡單 大家給點耐性 第三個例子值得大家留意一下 正式開始 第一題是2014年的第二題 要因式分解這個有四項多項式 這些題目應該大家都懂得做 第一步是做grouping 就是將它分組 最常見的方法就是分成兩組每組兩個項 我們的做法就是加一些括號 兩個兩個括號 一定要留意 這裡是一個減號 當我們加一個括號 括號入面的加減號就要倒轉 加變減,減變加 這裡一定要變成減 然後前面和後面各自做因式分解 前面就變成U-VU加V 後面就抽個5出來 然後就將common factor共有的因子 即是U-V抽出來 就只剩下U加V-5 所以答案就是A 第二題就是2010年的第四題 看來樣子跟剛才那條差不多 我們也是照剛才這樣做 做grouping 前面那個就抽個A出來 但後面那個就沒得抽 做到這裡也做不到 當你遇到這樣的情形 要怎樣做呢 其實它就將次序拌勻 我們就要排一個正確的次序出來 其實就不用慢慢想 應該怎樣排 每次都是把中間這兩塊 調轉它就會OK 調轉它之後就這樣 然後就像平常一樣 做一個grouping 兩個兩個這樣 然後就各自抽Factor 做到這裡 這塊是B-A 後面也就是A-B 我把前面的B-A 反轉它 即是變成A-B 前面就會產生一個符號 然後把A-B抽出來 就會得到這個 答案就是B 大家可以記住這個方法 當你做不到的時候 就試一下把中間多兩塊 調轉它 然後再把兩個兩個 group起來 試一下可否分解到 來到第三題 也是今次的重點所在 這題目來自DSE Sample Paper 在大約08-09年 考評局出了一份 叫做樣本試卷 即是橙色封面的本 這題是在多處找出來 一看下去 前面有一個A-B-A 這塊可以因式分解開 第一個想法就是 兩個兩個group起來 前面就因式分解開 但做到這裡 就做不到下去了 會不會像剛才所說 把中間多兩塊 調轉它會可以呢? 我們又試一下 調轉之後 然後再group起來 兩個兩個 發覺又做不到下去了 那怎麼辦呢? 其實我們做grouping的時候 不一定是兩個兩個來分 可以是一、三、三、一 去做grouping 在這題 其實做法就是 這樣group起來 即是一、三 這樣group起來 這裡加個括號 小心點加減號 全部要調轉 後面這塊 可以自己變成 b-1 平方 做到這裡 這樣就變成 一個數的二次方 減一個數的二次方 變成 A加B 乘A-B 這樣就可以 把括號拆散 之後 就變成這樣 答案就是 C 最後做個簡單的總結 如果我們要因式分解 一個多項式 如果有四個項 我們通常都是這三個做法 第一個就是 把它group起來 兩個兩個 這樣 小心正負號 第二 試一下把中間的兩個項 調轉次序 然後再做grouping 第三個 我們grouping的時候 未必一定是兩個兩個 可以是一、三、三、三、一 大家一定要留意這一個方法 今天說的就是這樣 下次再見 拜拜